HELLO 大家 我們上次幫大家測試過了這一瓶 IDEE的D4機性的咖啡 那還有在之前呢 幫大家測試了加熱福的幾個比較平價的進口植物奶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有講到一個觀念嘛 我們自己台灣有生產的 而且大家都很習以為常的便利商店那些豆漿啊米漿 其實他都是植物奶植物漿啦好不好 你要這樣講我們就用植物奶跟植物漿來分開 那我就想說既然我手上有這一個 然後我們台灣便利商店那麼多的植物性的漿可以取得 那我們何必一定要去用那些看起來好像很高級的那些植物奶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拿我們手上現有的資源這一瓶 然後跟我們便利商店可以取得的 這四瓶植物漿好不好 那依序呢從這邊過來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一次買兩個品牌 統一的陽光黃金豆豆漿這個是最普通的 我有時候會買那這邊呢是光泉的黑芝麻鮮豆漿 這個其實我還蠻期待因為黑芝麻的味道還蠻香的 那這個就是我上次在做那個植物飲的時候有講到有一個 甄果口味的有點像是米漿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最後一個我想要試喝的就是光泉他們所出的藝人的糙米漿 因為其實加了藝人之後我直覺的去想像他可能稠度會比較高 那可能就是會帶來比較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先跟大家講這兩個是我沒有喝過的 那為了做一個平衡 不要說我只會買統一還是怎樣 然後抹粉就要說難道你都要喝化工的 我就買兩個品牌 我就是不買你們的好不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我們今天就直接來開始 然後從這邊我自己判斷啊 就是口味這樣子過來會比較比較搭一點 那為了不占用大家寶貴的時間呢 我已經先把四個 吉隆咖啡給調好了 那都是使用2.5公克然後加水加到20克 這樣子的比例去做 那因為我已經做好一陣子了啦 我就不怕他說有溫度就不再額外加冰塊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開起來倒進去 那我們直接先來開第一瓶 第一瓶這個是統一陽光黃金豆豆漿 這個其實是台灣已經出蠻久的一個豆漿啦 蠻知名的 我有時候早餐會買這個然後配一個三明治 還蠻飽的 飽足感還蠻夠的 那其實豆漿這種東西都是我們從小到大在早餐店啊 還是很多地方都有看過都有喝過的一個東西 只是大家可能太習以為常了 不覺得他是一個植物奶 那其實我有去看他的成分啦 他是都沒有用到一些動物性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很安心的 我們今天就來當一個純素主義者 把它加進去 好 那 我直接倒一杯喝一杯好了 我們先來把它攪拌均勻 那其實倒這種植物磨成的然後做成什麼植物漿 我實在是很想要講植物奶 但是很怕那個純素主義者又生氣 好不好 植物漿 都是需要先搖晃均勻然後倒下來再攪拌均勻 我們直接喝 這一個 然後我再講一次 我們這裡是台南 買無糖的會違法 警察會把我抓走 所以我們不要停了走線 我們這次買的都是有含糖的 它有一點帶出咖啡的蒜味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有帶出咖啡的蒜味 然後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感覺好像分得很開 咖啡的苦 然後跟豆漿的那個豆香味 那它兩個我覺得沒有融合的很好 我給它的評價可能會是說 我可以把它喝掉但是我不會想要再喝第二次 那這次 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啊 我本來想要 就是全部都是豆漿 米漿類的 那 剛好在 我在全聯 對優爾斯全聯 我在全聯買的時候看到有這個黑芝麻系列的 光泉系列的 那就我自己的記憶中啊 其實 我可能很少去喝到這種包裝的光泉的 豆漿米漿 或是什麼黑豆漿之類的 我通常都是買大罐的 哎呦 這黑的耶 有沒有看到 倒出來是黑的 不知道喝了會不會黑心一點 賺比較多錢 好 換一支 攪拌一下 它整個顏色其實就沒有像剛剛的統一的那個顏色 那麼的 那麼的奶啊 那 沒關係 我們還是喝 對 反正有糖 有糖都可以 這個有比較好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它還是會有咖啡的酸味在 嗯 還不錯 還可以 比這個 比豆漿好喝 比加豆漿的好喝 那 好 事不宜遲 趕快 這一個的話其實 我也不想要喝第二次 說真的我不想喝第二次 因為這個當初它設計都是直接給你拿來喝的 所以它可能也不會 加那麼多的 油在裡面 讓你可以拿去做成什麼 加其他的咖啡啊 還是茶 然後這我剛剛是忘了搖晃它 沒關係啦 帶回來的時候都有搖過了 好 有了 當作 搖晃均勻的 這個我就還蠻喜歡的 我其實整個 這種 植物 薑類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是米薑 因為 可能因為它的厚實度比較高吧 然後 又香 然後又甜 所以 基因 基因作祟 台南人的基因作祟 讓我 直覺的每一次去的超商我就拿它 你看它其實 濃稠度很高 然後下去的時候你會看到 那個 米薑直接沉到底下 然後咖啡被它推到一邊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都要攪拌均勻 那我的印象中啦 我的印象中 其實米薑都會用花生去調味 對這個有花生然後這個有加膠類 有加膠但是一樣 沒有放到動物性的東西所以這個純素主義者也可以 我們今天就是 試喝了4個 純素咖啡 好不好 一次潮到爆 好 喝囉 欸 這個好喝 喔 這個好喝 這個還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剛剛其實 沒有攪拌很久 所以咖啡跟米薑還是分開了 然後 我發現這個好像也沒有很甜耶 好像跟我印象中的 米薑 好像有改過配方的 我直接喝看看 還是很甜 所以其實是咖啡去中和它的甜味 這個的融合感就有比這個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 這三杯 我們先喝完這三杯讓我選 我最想要喝的會是這一杯 因為它 咖啡的苦味中和的比較OK一點 就沒有 就沒有像 剛剛這兩杯 分離的那麼嚴重 但是分離感 還是有 可是因為它可能 因為加了花生嘛 它本身的 那個 油脂感 還有它本身都有加 膠類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這個喝起來最沒有違和感 對我個人來說 那我們 趕快 最後一瓶 其實我現在非常飽 我自己早上啦 早餐 會喜歡喝 這個米薑的原因是因為有飽足感 有飽足感然後你就比較能夠 不會一直想著要吃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想著要吃什麼 其實是每天每天佔用你最多 寶貴時間的一件事 所以 米薑就OK 我們現在來 喔這個有夠濃的 有夠濃 你們應該 看得出它的顆粒感 倒給你看 對 然後你看直接倒下去 咖啡直接被推到上面去 這個應該 還OK 因為我覺得 薏仁它喝起來有一種 澱粉感 薏仁的 那個薏仁薑喝起來有一點澱粉感 所以 我在選的時候有選了這一個 想說 這樣子的話應該是可以 讓它整體的那個滑順度增加不少 但是這個好難攪拌喔 一直攪到現在我這邊看 都還有 上面都還有 一層黑黑的 來我們攪久一點 我們攪拌久一點 這個應該有點算是非牛頓流體 果然是理工科的 好 喝囉 欸 四杯裡面 這個最搭 這個最搭 它讓 咖啡 如果你有攪拌均勻 它讓咖啡整個融入在裡面 就沒有分離感了 我覺得這個最搭啦 但是 好濃喔 吼 然後這個的 這個的薏仁啊 有顆粒 這個有顆粒 然後我不確定它有沒有 就是像 有時候我在做甜點 或者是做飲料 我會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 我想要在 米漿裡面加薏仁的話 我會有一半下去打碎 然後 打成那個 就是融入的感覺 那一半留下來做顆粒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這樣做 但是我喝到的顆粒 其實是蠻小顆的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薏仁打一半進去 然後留一半做顆粒 做口感那種感覺 那 喝起來 我覺得 因為濃稠度高 那有可能我攪拌完濃稠度高 它會 有一種 互相包覆的感覺吧 或者是 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 我覺得這四個喝起來呢 這一個的感覺是 最OK的 最OK的 恩 這個OK 欸我可以 考慮以後早餐啊 因為早餐我都會喝咖啡嘛 不是早餐啦 反正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先喝到咖啡 然後吃早餐 如果我有起來的話 如果我沒有睡到中午的話 我會這樣子做 那 其實以後可以考慮就是 咖啡跟這個放一起 對 我覺得是OK的 或者是說 我把濃縮咖啡倒進去 然後搖一下 對這應該 捏緊應該不會噴出來 對 好 我覺得可以 以後可以 好我們現在試喝完四個了 然後 其實 我在 安排這個順序的時候啦 我有稍微猜到 他們喝起來的 結果會是怎樣 就是 從我開始做那個 家樂福的那個植物飲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到其實 加咖啡的植物 飲料 不管你是豆漿 然後 米漿 還是說像上次我們做的那個 堅果啊 然後燕麥啊 這種 我其實有發現你如果要跟 咖啡如果要融合得很好的話 其實 關鍵點在於濃稠度 那 有一些咖啡專用的燕麥奶或者是 堅果奶 他們可能就是會加一些膠類或者是油脂類 或者是提高他的澱粉含量然後讓他可以整體變得比較濃稠一點 那我在使用咖啡專用的燕麥奶的時候我有發現他的濃稠度是稍微提高一點點的 所以我這次 順序啦 我是這樣子去安排 就是越濃的東西我把它擺在越後面 那當然就是以口感不受影響的狀況之下來說也是這樣子安排是沒有錯的 那當然 剛剛試喝的結果你們應該都還記得啦 如果排名的話順序一定是第1第2第3第4這樣子去排 可是呢這4個裡面只有 這一個 這一個我會覺得我完全不想要再喝一次 這一個加咖啡啦 不是說他 只有這一個是我完全不想要再喝一次 那這3個都是可以接受 那如果說這3個要再淘汰一個一定是這一個吧 那這2個就完全都可以接受了 不會說想要淘汰誰了 對那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啦 我會覺得 現在的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都已經是 很歷史悠久的產品了 豆漿啊 芝麻豆漿 或者是米漿這種東西 甚至我們台南好像還有一家 專賣店是專門在做藝人漿的 這種東西其實 也不太會有什麼品牌 各個品牌之間的差異啦 所以我覺得說 你今天 不想要統一 你就去買光泉 或者是其他加碼 我覺得其實整體的結果應該是不會差太多啦 那 我現在會比較頭痛的一點是 我明天 是不是 要喝這4瓶一次把它喝完了 這樣有點飽耶 那好處就是明天的午餐省下來了嘛 好 那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然後 然後 我會 個人會建議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用 Espresso 濃縮咖啡來做 我會建議你不要挑選 烘太淺的豆子 像我自己在喝 燕麥奶 燕麥拿鐵 我之前測試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你用比較淺的豆子去配 燕麥奶 咖啡專用的燕麥奶 那還有這些東西我會覺得淺的豆子其實他反而沒有辦法互相融合得很好 會讓那個燕麥奶的一個味道變得有點明顯 甚至在 可能是發酵味比較重的 Espresso裡面呢 會產生一種好像是化學味的那種感覺啦 所以我建議大家說如果你想要 做這種非牛奶類的 拿鐵類飲料的話 我建議大家的咖啡豆不要選太淺的 至少烘到中 或者是中升以上 我覺得會比較大一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 我要來想辦法 看這視頻要什麼時間點把它喝光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